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好有一个绕口令 要么我给你们读一遍吧 好吧 读书 虚后光阴不如好好读书 好好读书还要喜后读书 喜后读书还要多读好书 多读好书还要好好做人 好好做人还得喜后读书 我用口令里面的好 若是读做第三声 是好坏的好 若是读做第四声 是表示喜爱的意思 至于叠字而坏音 则读做好好 不如我们再举办一个普通话对联朗诵吧 你们有什么主意吗 诶我这里正好有一个多音字 长和行的对联 长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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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行行行行 长读做第二声有长长持长的意思 读做第三声有生长成长的意思 所以上年的意思就是希望孩子能清新成长 快年长大 而行读做行的时候意思是行业 读做行的时候意思是能干 所以下年的意思就是希望孩子长大以后干哪一行都行 所以整个对联的意思就寄忘了父母对孩子的希望 此外读做长还有空间距离远 时间久长处等等 比如长途长远还有曲长古短等等的意思 另外长还有年纪大 备犯大职位高等等的意思 比如长者长官还有长老 至于行字 唐诗有行到水穷处做看云起时的诗句 这个行是步行的意思 连行秘密缝 一口吃吃归 这个行是出远门的意思 汉字的读音变化万千 有的汉字有几种读音 不同的读音有不同的意义 和用法 这就是多音字 这就是多音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